收割四男神 那個民間有留存說我是那個男神收割機 不然這樣好不好我們分配一下 譬如說人天創戲然後黃柏街吻戲 就是分配這樣 我修衣服都改到當天還在改 因為我組織到最後的時候又變瘦了 接近12點又變瘦了 然後還要再縫 不然那個是當天 當天 對對對 就是隨著時間越晚越瘦 之前很多新聞都買得更好時間 叫自己的字蠻意外的 唉唷真的覺得喔 我真的不 完全不敢當 大家真的不要這樣 因為桃姐本來就是我 心中非常高的標杆跟開幕 對 然後其實我入 會想要進這行也是因為桃姐進 而且人家主持那麼多 我是典禮主持的小白 我覺得謝謝大家給我的稱讚 但我覺得桃姐絕對是我那個學習的目標跟榜樣 對 那主持完最後有跟桃子姐就是演戲嗎 或是她也有線上祝福 喔 她有來我的臉書留言啊 就是在我那個身體很軟趴的那個那邊留言說 唉辛苦了這樣子 我覺得她一定也很能體會 因為她主持那麼多界然後那麼多年 然後每次都這麼高壓 因為其實我們能夠彼此體會的 因為我像我會 因為我自己跟桃姐比較熟 所以我們會自己現在聊比較多 然後但是因為桃姐畢竟她還是我的偶像嘛 所以我比較沒有那麼長跟她透過私信往來 對我們對於偶像是要擺在原諒的位置 崇拜她 對 那我覺得她也可以體會我在做的事情 然後我也覺得做過一次之後 更加佩服桃姐 對 她要有這樣子的能量然後這麼多年 然後並且持續的一直到現在 我覺得很不容易 我修衣服喔都改到當天還在改喔 因為通常已經訂妝好對不對 好OK就這樣子了 然後等到點禮當天我又會在瘦 所以那個修改師都要帶著針線 像我最後一套 因為我主持到最後的時候又變瘦了 接近12點又變瘦了 然後她還要再縫 不然那個瀕火 當天 對對對 就是隨著時間越晚越瘦 越晚越瘦 所以大概縫了幾次啊 改了幾次當天 改了兩次 離不離譜 不然會掉下來嗎 對 那像畫嗎那個愛心 然後男主角 那就欸整個大露點 欸 今晚最大最難看的亮點 是平口的 然後因為如果 因為已經改很剛好了 然後到最後 她又會有點鬆 要掉下來的感覺 所以要一直露 對 我不會硬要去幹嘛 但是如果人家來找 我就會覺得 好我不會願意試試看 然後把它做好這樣子 對 所以 嗯 暫時也不會想說 先休息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積極 我就想說 蛤這個挑戰完了 我挑戰哪一個呢 我不是這種人 我覺得 以前就是一些比較活動邀約 就會 如果自己真的 體力不堪負荷 會拒絕 嗯 看錢多少 哈哈哈哈 錢還是第一考量這樣 欸錢真的很多 體力其實不堪負荷 沒有 先不要再接一下 哈哈哈哈 HG 對 但是如果 錢是普通 然後體力已經不安不負荷 啊慢慢的 我休息好了 還有一個 不一定是錢 是第一考量 還有一個是 真的很值得一來的 因為像今天活動 就是真的有很多 令人Respect的 各種職業 但我覺得很值得一來 這樣子 嗯 對對對 但錢還是第一這樣 首要考量 哈哈哈哈 然後金牛做了沒事 哈哈 柏虹之外 你還想跟其他四位 拍吻戲 拍吻戲 可以這樣選嗎 或是床戲 都可以啊 我都好 都可以喔 都來啊都來 沒有最喜歡 啊不然這樣 好不然我們分配一下 譬如說人天床戲 然後王柏傑吻戲 就是分配一下 我哪 我怎麼會輪到我跳啊 我就是 如果有辦法跟他們演戲 我都很開心啊 還選耶 所以我跟柏虹挑戰過吻戲 就是只有他一個人是吻戲 還是以前也有吻戲 有有有 我在我的MV裡面 也有跟林哲熙 拍過吻戲 喔 對耶 對 對啊 後來就沒聯絡啦 我後來發現 我其實 合作的對象 真的都是帥哥 我人生第一次MV 是好喜歡你嗎 是以豪 對 然後喔 我收集到以豪 然後我 後來的MV 就跟哲熙拍 哲熙又拍吻戲 然後你看第一次演戲 又跟魯柏虹 嗯 然後 對啊 然後我電影是跟邱澤 收割四男神 對對對 四男神嗎 我剛剛講誰 哲林哲熙 哲熙 只有以豪 有 因為那個民間有流傳說 我是那個男神收割機 就是 粉絲看到我們這些男神 互動 大家都不會生氣耶 沒關係 是魯魯OK 盡量親 那我跟 小蝦還有豪平可以嗎 欸 你說 喜劇 看片酬高不高 喂 不然 手 不然 不然 我開玩笑 你 不然 不然